谢谢主持人,水平书记,好评校长,各位院士,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各位校友,老师们,同学们,作为计算机系最年长的教师,我今天在这儿想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回顾过去,第二是展望未来。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一批批年轻人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在艰苦的环境下突破西方技术封锁,完成国家积蓄的任务,并创建了学科,培养了人才, 以智力之强的精神,走出了一条智力更生建设和发展计算机学科之路。 这也从一个侧面或一个角度,反映出了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的历程。 作为半个世纪历程的亲历者,利用这个机会,我先谈一点认识和体会。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代行,要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科学技术发展首当其冲,而人才是关键。 1956年,周总理领导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要终点发展半导体、计算机、自动化和电子学。 北京大学紧跟中央的部署,1955年,树立系就提前成立了计算数学专业,为计算机技术研究做一些理论基础准备。 1956年,黄坤和西西德等一批老科学家,为其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半导体专业。 1959年,在无线电电子学系,建立了计算机专业,真实开始研究计算机技术。 北京大学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是后来成立的计算机科技系,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学科源源。 从三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由于西方的基础封锁,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 为了解决能源短缺的问题,国家迫去需要一台大型的计算机,来处理地质勘探活得的海量数据,以及其他领域中间的科学计算问题。 1969年,12月,国务院向北京大学下达了年之每秒运算100万次大型结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的任务,面对国家的积蓄。 由北京大学牵头,联合北京无线电厂,也就是七三八厂,石油部乌探局的工程技术人员,组成了原字团队,在北大200号进行了150级的研制。 一批年轻的教师,留校学生和积山八厂,乌探局的年轻工程技术人员,在一无资料,二无经验,三无设备的情况下,就凭着一颗为党争光,为国争气的信念,凭着掌握的基础知识,探索创新,不怕失败,日夜分转。 总于在1973年,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代百万次结层电路计算机和大型多道运行操作系统等软件。 由于1975年,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块1024位模式动态随机承受器。 这是继美国、日本后世界第三个拥有1024位模式动态随机承受器的国家。 这些都是对西方技术封锁的突破,是我国科技发展里程碑时的成果。 与此同时,还建立了三个专业,培养了560名学生。 这也使得日后成立的计算机器具有科技创新和工程实践的基础。 到了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了,改革开放政策,迎来了一片大好的形势。 进党委批准,200号这批年轻人回到院员,正式成立的计算机科技系。 包含有计算机、软件和微电子三个专业。 软音结合成了国内唯一拥有次特色的系,这也更符合科技发展的规律。 教师们虽然都很年轻,但却有一股创新和实干的精神。 加上我们的系,又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厚实的工程创新实践经历。 因此,我们自豪地称之为年轻的老系。 回顾我们这段的发展历程,正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说的, 世界一六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 由于我们从200号回到院员,除了教师就一无所有了, 但创业总是会有困难的。 这对从200号过来的我们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培养一六的学生,必须要有一六的师资队伍。 要求教师不仅要有哀果的情怀、创新的精神, 而且还要有杂实的学术功底和造诣。 师资队伍建设成为计算机成立式的第一要解决的问题。 凭着改革开放的东风, 稀里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渠道, 送老师们轮流出国进修。 既开阔的视野,建立了联系,又提高了水平。 师资队伍也逐步地得到了优化, 涌现出了各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建立了一批新的学术方向。 以计算机为例,有基础软件、软件工程、地理信息系统、 计算机网络、图形学艺多媒体、计算机辅助社区等等。 大学是培根织魂的阶段, 更要加强思想教育。 一批经过创新实践的教师, 从事基础理论和专业课程的教学, 亨实了学课的理论基础。 引进和培养的新生力量不断地充实到教师队伍, 课程实质也不断地更新, 教学质量得到了不断地提升。 年轻的教师和首届来自基层, 经过锻炼的学生们一起开创了计算机系的教学相展之旅。 直到现在, 他们仍然怀念这个培养他们成长的计算机科学技术大家庭。 1983年, 为了落实科学技术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利益生产力的作用, 国家做出了发展软件产业的决策。 计算机系主持承担了从6到95, 连续四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中, 当时国内最大规模的软件工程研究和应用实践项目, 青年工程。 它是由北大牵头, 全国高校研究所, 以及相关的企业组成了国家队, 形成了由专家组领导下的大规模多层次产学年老中青, 向结合的协动创新团队。 最多的时候呢, 达到了22个单位, 330多位科技人员。 轻尿工程不仅针对软件工程化、工业化生产技术和环境, 开展了一系列作用成效的研发工作, 而且还引发了中国软件工程思想和技术的启蒙与广泛的推广, 形成了全国性的软件工程研究热潮, 促进了中国软件产业的形成。 G3G7的老师们还承担了多项国家科技公关任务和863高科技国家项目, 通过为国家需求服务, 不仅解决了计算机系发展中的经费, 更提高了人才培养的水平。 1995年, 北大计算机系和国防科大清华大学一起, 成为全国第一批国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届学科的授权单位。 2002年, 在第二次全国重点学科评估中, 计算机软件和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学科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 其中,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还获得了100%的支持率, 列同行第一。 从1978年到2002年, 经过25年的发展, 北京大学计算机科技系发展成了国内知名, 国际有影响力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地。 进入21世纪以来,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运跃兴起。 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 学科的交叉融合加缩, 新性学科不断涌现, 前沿领域不断延伸。 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发展, 对高质量符合性人才的需要, 更好的发挥北大综合学科的优势。 北京大学于2002年在计算机系, 无线电电子学系和新学科学中心的基础上, 组建成立新学科学技术学院。 一批年轻的学术带头人, 占到了教学科研的第一线, 引领了新学科研技术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 埋向新的高度。 新系学院成立以来, 在两个方面有了显著的发展。 一个是形成了厚基础, 强符合, 换失业, 高素质, 高质量的本科生培养体系。 在此期间, 开展了拔剑班, 图灵班等本科生教育的教育体系和课程体系, 提高了本科生的培养质量。 一流大学必须要能培养出一流的本科生, 为国家需要的各类人才提供高质量的生源。 再一个是, 各个学科面对科技革命的虚目发展, 前沿技术的不断涌现, 成立了以研究所为主体, 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 紧密结合的新模式。 面对国家发展的需求, 新系领域各学科也得到了长座的发展, 特别是在前沿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 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建议了一批重点实验室, 在双一流学科建设中展现了北京大学多学科加差融合的特色, 这也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说, 当前,世界百年唯有着大变局, 加速演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关键时期, 并且还指出, 中国要强盛,要复兴, 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仓性高地。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高水平的研究性大学, 要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强自力的使命。 北京大学党委又一次进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大力推进新功课建设, 建议总书记指出的基础研究, 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和总开关。 调整学科布局, 屹立于实现前章性基础研究, 引力性、原创性成果的重大突破。 计算机学院就是因此使命而单身。 为此, 我期望计算机学院成立后, 首先要扎根于基础理论研究, 笼通卡伯茨技术问题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原理。 苗镇世界科技前沿, 抓住大趋势, 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面临的实际问题中, 凝联科学问题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引力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 并重视重大基础研究向产业的转化。 要建设现代化科技强国, 关键是人才, 根本在教育。 中观固今, 所有的发明操照都是人做的。 人才是第一志愿, 但从人到人才不是自然完成的, 教育是逼近的途径。 所以, 北大计算机学院要重视高端人才的培养, 要在吸引优秀本科生的基础上, 将培养有高尚的哀骨主义情怀, 甘于做冷板凳, 勇于做栽株人, 挖紧人的, 得才兼备, 善于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高数字, 高水平, 符合创新研究人才。 第三, 要大力支持本科生教育, 这是学院优质生院的重要来源, 也是学院的基本重要任务之一。 要将最新的科技成果, 融入到本科生教育之中, 要造成具有, 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的心灵, 以学术造诣, 开启学生智慧之门的优秀教师, 竟想承担本科生教育的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 十分重视年轻人的成长, 并指出, 要下大力气全方位的培养, 引进, 用好人才。 高校, 特别是双一六大学, 要发挥培养基础研究人才, 主力菌的作用, 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 建设一批基础学科培养基地, 培养高水平, 符合型人才。 我希望我们计算机学院, 能成为总书记期望的, 发展新功课中, 新级科学领域中的, 基础学术创新性人才的, 重要培养基地。 谢谢。